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想要向书语请教跟教课有关的事情 是的 那书语要先介绍一下为什么这件事情是很精准投放吗 就是因为我之前应该有在节目上面有讲过我的工作内容 然后我的一部分工作就有包含到学校监课这样子 所以我猜想之前可能我有在节目上有确切提到这个部分 所以他可能觉得可以从我这边得到一些比较实际上的建议或是经验 好那我就直接来分享一下CC想要询问的事情 CC说想先谢谢两位主持人制作那么棒的节目 让周四的生活增加了一些美好的元素 还有押韵也你有发现吗 对 最近想要寻求直爱上的看法 我目前是一位研究生也正在往教师之路前进 但老实说我现在还没有那么笃定未来老师就是我的道路 之前发现书语好像有在兼课想要问问书语再当老师的感触 我自己其实蛮喜欢教书的这份工作 对我而言是很有意义的成就感也很多 但就是很害怕说我当下决心要当一位老师之后 会不会把路走死 尤其是如果未来决定不走教职的话 在学校的成长性跟其他专业能力的培养上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 虽然我目前还没有完整的踏入体系 只是一直在思考这个可能性而已 可是如果想要在念研究所的时候去多拓展职癌的话 又会发现说课业上面会有点没办法附和 现在我也即将要完成学业 对于要放手一搏去准备教征 还是有其他的可能性这些选项我都还没有很确定 所以想听听看书语在教育现场后的想法 谢谢你们 好这封信呢我收到之后 我马上就是开始了我的准备工作 我的调查工作呢就是我跑去询问了一下 有真的走过这个体系的朋友 他们实际上有什么看法 因为我觉得老实讲就虽然我的确是有在学校兼课的经历 可是我觉得我能分享是非常片面的嘛 因为我并不是一个从教师体系离开之后 才觉得说我要兼课这样子 我并不是两个世界都走过 然后选了一个我觉得比较适合的道路 而是我一开始就有一种我觉得我比较适合这个 所以我就尝试了这个 那我就也有点担心 如果我在节目上面分享说 对我觉得要这样走 或是我建议你这样走的话 真的有在教育界长期耕耘的人也会觉得 我们这样子做也是就是超级棒的工作 就你懂吗 就我会很害怕我自己讲的东西太过 充满我自己的偏见这样子 对所以我其实也是蛮紧张的 然后跟我朋友讨论完之后 我就觉得我好像有比较多的东西 可以分享给CC这样子 因为毕竟其实CC的来信内容 感觉是希望你可以为他未来指出一个 比较明确的道路 对对对 所以其实你多做准备上面 也是对CC比较负责的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当然我可以分享 我自己这边的经验 那我相信CC如果你有想要走教职的话 你身边肯定也有一些 跟你想要走同样类型道路的人 而且其实我蛮好奇 就是你在耕耘的领域确切是什么 因为那时候我在问我朋友的时候 他也很好奇就是说 那他到底是读哪一个科系的 对还有包含就是 那他的研究所本身是不是教育大学 或是教育体系相关的研究所 对像是如果是师大的话 我记得啦 我不太确定现在 但是他们那时候可能在还没毕业 就有一个机会是可能就是修教程 然后教程修完之后考教师证 教师证考完之后再去做教证 那现在可能每一年 搞不好就是规则都有改变 这个我不太确定 可是其实这整个流程走完要蛮久的 然后甚至是我调查一下 大家发现有很多人是在我们这个年纪 才考上正式教师 也就是说假如说啦 你真的是一毕业就立刻练研究所 我们现在也28岁了 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长期抗争 而且有可能是一个很常态的长期抗争 并不是说 因为大家都特别厉害 然后你才努力那么久 而是我觉得绝大多数的人 可能差不多28岁的时候 才会可能从兼职教师变成正式教师 因为可能这个就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职业嘛 所以兼职教师是你还不用考教证之前 你只要是师大或者是教育体系出来 毕业的人都可以去做的工作吗 其实他应该有很多不同的管道 就是可能有些学校他们是自己单 就是单一独立教生等等等等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兼任的话 或是待课的话 你的稳定性可能不会那么高 那以他的资格来说呢 通常的话可能你要有教师证 但是有一些学校他们可能会觉得说 如果你的背景是符合我们的需求 然后你考进来面试之后 我们觉得你适合你也可以过去 然后像我自己会比较紧张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本身并不是教育体系出身的人 只是刚好我读的科系 就是英文系嘛 那他刚好跟教学有蛮强烈的挂钩 然后我在毕业之前也从来都没有想过要修教程 因为之前有些同学他可能有在考虑要当老师的话 他可能就会去寻找说学校有没有这个资源啊 或者是说我先上了 我有这个选择 那以后就算我不想当老师那也没差嘛 就像是很多人有教师证 可他并没有去当老师 那这种人也是大有人在 可是我其实一直都不想当老师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我从小到大的打工都是在教书 那其实你也可以给很好的建议 因为你刚刚是说你本来一毕业就选择要当老师了 可是其实你是不想当老师的 对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打工的时候 从来都没有做过教学以外的事情 我就会觉得 如果我毕业之后我继续当老师 那我这辈子是不是就只吃这行饭了 那我觉得我大概可以同理CC的心情 就是你可能是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义 然后你也很享受 可是你可能骂忍受说我这辈子做一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有些人是OK的 或者是他真的生下来就想当一个教育家 我觉得有的时候如果你是这样的人 你真的不会去想到这些问题 对还有一点是其实刚毕业的时候 你真的很担心自己人生就有一条路 对而且尤其是在大学的时候 你不觉得学生很容易被灌输一个是 你有无限的可能性 你在学生时期你尽可能去探索 你去发展自己更多不同横向面的技能 就是你之后出社会可以变成一个通才 然后慢慢被培养成为一个专才 是一个现在普遍社会上大家蛮喜欢的一种 人才培养方式 对的情况之下你就会担心说 那我一毕业我就马上选择一个 好像是专才的路是对的吗 对而且你有可能会想说 我在这个领域我真的是厉害的吗 然后以后我是不是也要非常非常努力的 精进自己我才可以在这个 我只走这条道路的期间 不会被别人比下去 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在教师界 那个竞争到底激不激烈 因为我并不是真的在学校工作的老师嘛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是 因为你没有做过 所以你真的没有办法确定 你会不会喜欢这个工作 对 然后那个喜欢或者是这份工作 到底有没有适合你 到你觉得你可以做很长久 就会不会 我觉得大家都在担心一件事情 是担心自己付出的青春被辜负 对对对 就会不会我就这样子 慢慢走教师之路 然后我准备得非常辛苦 结果我考上老师的时候 假设是我已经出社会五年 或十年之后 我终于考上老师 我才发现这不是我想要的未来 对 所以我那时候想说 我其实可以先给CC一些 比较实际的建议 就是当时我的朋友 他就很明确跟我说 老师这样 如果你有先 例如说考了教师证 你已经先拥有基本的资格 然后你也去学校实习过了 通常你就会有一个蛮清楚的概念 就是我对于这个工作 我喜不喜欢 还有我擅不擅长 因为那时候 我在跟朋友讨论的期间 我们就有讲到一件事情是 喜欢跟擅长 还有做起来舒服 是三件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就有些事情你不一定是说 我真的爱他 爱到我的心会燃烧 可是你做起来就是挺轻松的 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 教书就有一点这种感觉 可是我也不是说 我是什么教书天才 只是对学生讲话这件事情 我不会害怕 我下次要去YouTube搜寻 林书宜教书 你不会找到东西的 就是我就发现说 有的时候 我为什么会想做这件事情 就是因为我不需要冒冷汗 想说天哪我要上台了 我喜欢上台讲话 对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特别的人格特质 对 就是例如说 如果你要我上台跳舞的话 我会很害怕 然后 或是我会一直想象我出错 可是如果你说我教课 我上台如果我讲错一个字 其实老实说 这件事情不会给我带来 太大的心理压力跟创伤 那你什么时候发现这件事 因为我觉得你是不害怕 在公众面前发言的人 但是你私底下又还蛮害羞的 对 然后这两点就是在我当初 对于人的了解来说 我觉得蛮冲突的 可是我后来就是长大之后 我又发现说 老实讲超级多 私底下爱讲话的人 是超级害怕上台发表的 对 而且你想想看你生活中 从小到大遇到的那些老师 是不是其实很多老师 他们都算是比较寡言 或是比较内向的人 对 可是他们一站到台上 他们就是好像有个开关打开 就说同学好 我们现在来看 他讲话的时候 他也不觉得 好多人在听我讲话 我好害怕 这就是他的职业 我觉得有些老师 他可能是做习惯了 他已经入无我之境了 这是我要做的事情 我觉得有些老师 他就是觉得 这件事情我就很擅长 就是这件事情 我不需要去想 然后我下了课 我就是一个 不想跟别人聊天的人 我觉得这两件事情 他可以完全分开 而且尤其是你回想 你过去的求学经验 你可能就会觉得很合理 就是应该有很多老师 都是这个个性的 然后我就发现说 这件事情我做起来 心理压力不大 所以我后来发现 尽管我很排斥成为老师 但是我毕业之后 开始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 我就发现 这件事情做起来 OKOK 所以我就开始做 兼任老师 兼职老师 我觉得有一个可能 还不用真的去教课 但是可以自己想要测验的事情 是你能不能够接受 自己在分享事情的时候 对方是完全没有反应的 对 因为我后来就发现到 其实有一些真的私底下 非常外向的人 他为什么会惧怕上台 因为这些外向的人 他们太习惯平常在私底下 跟人家交流的时候 大家反应都很热烈 所以当他一到台上 他发现他讲什么 台下的人几乎没有任何反应的时候 他就会开始紧张 想说我是不是讲错了什么 我是不是做了什么 不对的事情 所以大家没有要给我 正向的反应 可是其实老师的日常 就是学生不会有任何反应 没错 所以如果你可以 在分享故事 就是你平常的受众 就是没有给你很多反应 然后你还可以自得其乐地分享 你所相信 你所想要传授的资讯的话 那其实你就是拥有 当老师的特质 我觉得好像 有一点这种感觉 而且我觉得如果 有去当实习老师的话 基本上这就会变成你的日常 就是你就会不断地去接触学生 然后我觉得老师就是一个 要一直面对 很大量人类的工作 可是他又不是说 你要一直去跟别人social 然后交朋友 而是因为这些人 他们可能年纪跟身份 都跟你有差别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 真空很特别的领域 然后我觉得有些人 就是很喜欢 有些人就是受不了 因为我觉得有些人 他也会有一种 我在这里要 担很多的责任 你们都是小树苗 我要好好把你们拉拔长大 或是我要交给你们 很重要的事情 可是我觉得我担不起 就算只是心理上 也会觉得 太多了太多了 我想要一个人工作 因为我们都还不是成熟的大人 对对对 我觉得有些朋友 是这样跟我分享的 就是说 我不是做不到 可是我就是觉得 做这件事情很累 然后他很早就意识到 这件事情了 所以他就觉得 尽管我有这个能力 可是我觉得太累了 所以我就想要去 找找看别的管道 那我觉得第二个特质 就会是 你有没有想要 影响别人的心 因为像我自己 不会有想说 我要教学或什么 是因为我平常 在跟别人对话的时候 我常常会 就是对方可能理论 跟我是相反的 我也不会想说 我试图要去说服他 因为我就会觉得 那你就相信你相信的吧 可是我觉得当老师 就是你必须要有这个特质 因为他算是你 背负的其中一个使命吗 如果你给自己 比较多期望的话 就是你必须要 在适当的时机点 然后跟学生分享 适当的资讯 然后去影响他们 吸收这些 你觉得正确的资讯 对 因为我觉得如果 从这个投稿来看的话 他肯定是 对于工作有一点点 超越只是赚钱工具的期许嘛 因为我觉得 不管做什么工作 无论是当医生 当律师 或是当老师 这些大家可能 就会加注很多 神圣力量的职业 肯定会有人觉得说 啊我就只是擅长 我就做这个赚钱 有什么不对吗 三师 对对对 那我就觉得说 当然对啊 就是有些人你知道 他可能不想当老师 可他口才 偏偏就是这么的好 他就去当补习班老师 对对对 然后我想说 那真的太棒了 可是我觉得有些人 他是有一种 我做这个行业 我是想要得到 心灵上的一些灌溉 我觉得我做育婴才什么 那我觉得 我不太确定CC 在教学上面 得到的成就感 是哪一个面向 但我觉得 肯定会有这种心灵上 觉得好像得到 一点什么的感觉 而且我觉得 就跟你前面讲的是 其实跟CC学的领域 真的很有关系 对 因为如果你今天 是社会人文科的话 就比较偏向是说 你想要成为 有影响力的人 那这会是 其中一个特质 如果你是科学方面的话 就变成说 你追求的其实是 凡事都有正确答案 这件事 哦对 然后我觉得 再来就是 当实习老师的时候 肯定也是会 有一些 例如说 你要做行政工作 什么之类的 虽然我自己 没有当过实习老师 可是那个流程 是怎么样 我大概知道 那时候 我跟朋友讨论 然后他就说 其实你在做 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要去衡量一下 你教学 不只是上台教课 这是你的工作之一 改作业 登记成绩 然后处理学生 放学后的事情 然后跟做很多 行政工作 这些都是你工作的一部分 就像是做 其他工作也是一样 你当行销企划 你不只是做行销企划 还有很多 哩哩哩哩的事情 那这些 哩哩哩哩的事情 你愿意接受吗 那像我自己是做 自由业嘛 那所以我觉得 做自由业的一个好处 是我当兼任老师 我绝大多数的工作内容 就是教课 那我觉得 我选择的工作内容 就是我希望教课 可以是我人身中 大部分的东西 那这就是为什么 我当初没有想要 进到正式的教师体系里面 哦你比较像是 演讲者的工作形态 对有一点接近 就是我真的是教课 然后改作业 然后登记成绩 然后当然就是 学生有什么问题 我课后会处理 可是就比较不像是 真正在学校里面 工作的老师 那样子的工作量 我觉得两者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 为什么我会这么紧张 就是因为我觉得 进到学校 会有这些要承担 但同时你也会有 非常多的福利 就是这些东西 我觉得都一定要考虑进去 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 当老师会有很多 辛苦的地方 情绪上也有很多的劳动 可是同时 他一定有很吸引人的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 大家都想要当老师 我刚刚其实就想问你 那你前面讲了这么多 但当老师的好处 到底是什么 就是可以放暑假 跟寒假 我刚刚也在想这件事情 因为我就想说 其实当老师 对于出社会工作的人来讲 真正最大的好处 我现在看到的就是 你有假可以放 对 而且是必须放的假 没错 可是呢 如果今天你是在学校工作的老师 我非常确定 你在放假的时候 一定有很多很多 都要处理的事情 尤其是如果你是班导 然后你也有可能要研习 要精进 就是你可能 在教的那个领域嘛 那如果对于监课老师来讲 我可能精进自己的方式 就是我自己来决定 然后我放假期间 我是真的就是在放假 跟准备我下个学期的课程 对 因为我知道 如果是学校体系里面的工作者的话 其实他们的寒暑假 也都是要做行政作业的 对对对 他只是工时没有那么长 因为他少有教课的时间 对 所以其实如果你今天的目标 要是想要当全职老师 也就是真的进入教育体系 透过教证 拿到正式教师执照 这种工作的话 那我自己觉得 其实跟一般工作 可能没有差那么多 对 只是你的工作内容 其中之一是教课 对 那如果你是兼任老师的话 我觉得另外一点 是要想到的是 你要去意识到说 他不是一个唯一的工作 对对对对 就是你不太可能会 告诉别人说 我是个兼课老师 然后大家就说 哇 当老师好好 就是有很多那种 很稳定的保障之类的 就是兼课老师 通常都不会被包含在 这样子的语境里面 就是兼课老师 不知道为什么 你不会说 欸你是教育者 对对对 那我觉得这个 其实也要考虑进去 因为我相信有些人 他是享受 成为一个教育者的 就是你是真的 在这个体系里面打滚 但是我自己 身为一个兼课老师 我会觉得 他者的感觉蛮重的 就是 例如说 我不能说自己 是学校的员工 我只能说 我在这个学校工作 然后学校 学校有提供我薪水啊 然后我也是 这个学校的 算是一份子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 如果你是一个 喜欢属于一个团体的话 那当兼课老师 你可能就要承受的是 一些不确定性 跟你可能没办法 在这个学校里面 拥有那种 很强烈的社群感 但是兼课老师 相对来讲 又会是 如果你想要 稍微浅尝一下 当教育工作者 是什么心态的话 他是一个 能够好入门的工作 对 我觉得是没错 那获得兼课老师 这个职位的方式 可能也有千百种 那我觉得 我自己是比较 算是 命运的安排 所以就我觉得 我可能也没办法 告诉大家说 要怎么样 才可以成为兼课老师 因为我觉得 有的时候 像有些人 他可能是记者 但是因为刚好 有一门课 真的太适合 他这个领域 最后这个记者 跑去当兼课老师 其实大学里面 超级多这种 专业技能工作者 但是是来学校 当兼任老师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 好像总归来说是 老师这个身份 可以以超多 不同的方式出现 然后也许 你有一些事情 是你很想做的 然后他不一定是 跟教育直接相关 可是他还是 可以影响别人 我在想就是 像老师这个工作 如果你想当 正式老师的话 你是要花很多心力 去灌溉他 跟去考试 然后我觉得其实 要成为一个老师 要经过那些关卡 对我老师 心理压力很大 因为上台讲课 是一回事 讲课给别人 去审视你是 另外一回事 就例如说 如果我今天要面试 然后我要试教的话 这件事情 其实对我来说 压力很大 因为如果你要 我直接上台 跟一群学生 就讲课 我就觉得好开心 我甚至晚上会睡不着 因为很期待 可是如果你告诉我 明天会有一群 就是长官来 检视我如何教授 然后晚上会睡不着 是因为我很害怕 可是我觉得 老师都会有这种心态 应该说任何工作者 都会有这种心态 可是我后来 有问一下我朋友 他就说 如果你要成为 正式老师的话 这就是你的日常 就是你就是不断地 在别人面前教书 然后他不断地去修改 你教书的方法 然后我觉得 对我来说 我真的很老实讲的话 这就是 这个工作里面 我最少接触 我也最害怕的一个东西 也就是说 其实你的教学方式 还是会被别人插手的 对对对 或者是别人要确定 你说你这样教 真的是最好的吗 是不是还可以 有修改的地方 可是这就是老师 要接受的事情啦 因为本来就是没有 完美的教育方法嘛 那别人的意见 肯定是很重要的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 我后天在学习 要去接受的事情 那因为我的工作内容 比较复杂一点点 所以有的时候 我就是不会接触到这一环 可是如果你要当一个 正式老师的话 我那天有问我朋友 然后他就说 对这个就会是日常 然后他自己可能就会觉得 我没有在享受这个东西 所以我就想要 赶快换行了这样子 对 我自己身边 有一些在做老师的朋友 然后有当专职老师的 也有当过导师的 我觉得当导师的 教育工作者 还多了一个 是以前可能当老师 不用去照顾到太多的 的工作内容 是现在因为 LINE真的太发达了 所以大家的 跟家长沟通的群组 全部都会使用LINE 然后LINE又是一个 很及时的 传递讯息的工具嘛 所以任何人 在什么时间点 想到什么样子 跟小孩有关的问题 就会直接LINE给老师 所以我觉得对于 导师这个职业的老师来说 非常非常没有个人的时间 好像是 就是这个是我观察到的 然后也确实是从 就是在当导师的朋友 身上听到的内容 所以我觉得是其实 CC现在在这个人生阶段 你对于老师这个工作 有一些憧憬 那同时你也对其他的可能性 有不一样的想象的话 其实最适合你的 真的就是去找 你生活中 或者是你家里面的长辈 甚至是学校 有没有什么 职哀的资源 是可以帮助你 多了解不同的工作的 也许你喜欢 老师这个职业的原因 是因为你想要影响人 你有一些 你想要透过老师 这个职业所达成的事情 那是不是有一些 其他类型的工作 也同样能够满足 这些你想做的事情 只是它不是教育行业 对因为 我觉得要成为 正式老师的话 那天就是 跟我朋友确定之后 它是以年来计算的 然后如果你是一个神人 或是你是一个 时间管理大师的话 也许你可以在 筹备这些的期间 还有其他的精神力 去做你的副业 或者去 例如说精进自我 学习更多的专长 可是我觉得对于 绝大多数 或甚至是 我想象我自己的话 我可能会真的没有心力 去可能认识 更多的新朋友 或是培养 我觉得其他 我也很在意的 可能是技能 或者是 甚至是兴趣培养这样子 然后我愿不愿意 接受这件事情呢 那肯定就是因为 我不愿意 所以我现在才会在这里 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觉得 我会想要去咨询 那么多外界的意见 因为 对我自己来说 在一个地方 从早待到晚 是一个 我没有办法想象的未来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从毕业之后 我就开始 尽量做自由业 然后尽量去选择 我觉得有意义的事情 然后把它组在一起 变成我的正直 这样子变成一整包 不同的东西组在一起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是 身为一个老师的话 那你要负责的东西 就会很明确 然后你的群体感 就会很重 然后你的使命感 相对我觉得 也会更强烈 这样子 要负责的事情 我觉得其实它包含了很多 是跟人类的沟通 跟互动 然后这部分 其实我不是那么的擅长 可是我发现 做老师这一行 其实还蛮需要的 你有遇到什么样子的事情吗 就是因为像 我自己没有当班导嘛 所以我可能就不需要 有太多的 跟家长接触的经验 应该说几乎就是没有 所以我可以想象说 如果我今天要当一个班导的话 我可能就会 必须要开发那个 不断去面对不同的人 给我的不同的问题 不同的需求 然后我可能想象起来就觉得 哇 这个对我来说真的太多了 我光是工作上 可能要跟两个人接洽 我就觉得说 我今天的那个人际接触 有点爆表了这样子 对 所以我觉得好像是 先把自己的个性 跟我擅长什么 什么做起来最轻松 先理清楚 然后像我之前有一些 我很尊敬的老师 他们就有 那时候就有分享说 他们为什么会成为老师 就是因为 觉得这件事情 自己做起来 完全不需要思考 然后简单到不行 就是应该说 在教学上面 他们就觉得说 哇天哪 我超会的 那我觉得其他的东西 他只要付出一点点努力 就可以完成的话 那这个职丫选择 比较像是 他天生就可以花一半的时间 然后做到别人 就是两倍时间 才能做到的事情 然后他还有其他的时间 可以回去看他喜欢的电影 然后参加演习 带学生做什么比赛之类的 那我觉得 如果你是这样子个性的人 那我觉得你花 两三年的时间去试试看 我觉得也没有不行 那因为CC在信中最后有说 他想要听你在教育现场后的想法 所以如果是针对教书这件事情 或跟学生互动这件事情 你觉得在你进入 当接任老师之前 你本来有什么样子的幻想 然后结果是进入之后 你发现说 其实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 我觉得我的幻想 大概在我打工的时候 就已经完全破灭了 就像我回到最前面 为什么我一直排斥当老师 就是因为我打工的时候 我曾经有教过很小的小朋友 然后也有教过高中生嘛 然后会破灭就是因为 我知道高中生压力很大 因为我自己那时候也才高中 毕业没多久嘛 我开始打工的时候 可能是大二的时候 然后我就发现 哇就是当你是一个老师 假如说你是教解题好了 你就会发现那些高中生 他们真的是 非常的疲累跟辛苦 所以你知道说 你教课的时候 就算你对于这个科目满怀热情 他们想象的只是 啊天哪 就是可能几个月后我要考试了 然后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考到 我理想大学这样子 他想知道只是这题会考吗 对对对对 就是你的热情 不一定可以转嫁到这些学生身上 因为你们在想的事情是不一样的 你在想的是你教学的热情 他在想的是 我要考大学我要考大学 那你能怪他吗 当然不行 因为我高中的时候 我也在想这件事情 尤其是我不喜欢的科目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是 那个认知上的差距肯定存在 但是偶尔你会遇到 几个跟你有同样想法的学生 那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 哇一拍即合 或者是我的教学被你满满的接收了 可是这件事情 他的发生有的时候是偶然 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因为你教得很好 然后他被你影响 但是这些好像都不是能够强求的 那我觉得我在每一年教课的时候 我一开始可能会有一种 我接受到的这个现实就是 可能有一半的学生 他来这边只是因为 这个是他必须要做的事情嘛 学生就是要坐在教室里面听你讲话 那他可能不想听 我一开始其实会觉得很受伤 就像是我虽然已经很知道 就是说老师常常就是一个 自己一直讲 海下没有人要听的生物 可是你还是一个有私心的人 我还是希望 当我表演的时候有人在看我 对所以我也会觉得说 一定是我表现得不好 那后来我会有一个觉悟是 我当然可以表现得更好 可是他不想听 这个也不是我的错 其实也不是他的错 因为就像是我现在自己在教的 算是电影与文化嘛 那我就回想到我高中的时候 我们音乐课 老师也喜欢放一些那种 音乐与文化的电影给我们看 那时候大家上课都在聊自己的天 看自己的K-pop 写自己的参考书 或是想自己等一下下一节课要吃什么 然后你那时候也不会觉得 自己对不起老师 那时候也不会觉得 自己在做什么很坏的事情 那时候只会觉得说 我现在就是不想听你讲话 那我觉得有时候 你将心比心就会发现 这件事情没有那么严重 那我觉得我也是花了好几个学期 去调试自己这个心情 但是我觉得在教育现场 你就一定会有这个过渡期 然后或者是我的前辈都会跟我说 哎呀你刚刚 就是把这件事情看得太严肃了啦 没有那么严重啦 学生上课没有在听你讲话 这个是常态啦 就是会告诉你说 你不用把这件事情想得 好像是你刚刚唱歌大走音 所以大家等一下会上网去讲说 他唱歌好难听什么之类的 那我比较好奇是因为 你在学生时期的时候 也会有一些公开演讲的机会 那这些公开演讲的经验 跟你教书的经验比起来 你觉得教书是比较令人紧张的吗 我觉得是学生时期那样子 比较令人紧张 哦 因为教学的话 基本上你还是那个台上 发号施令的人嘛 就是大家都讲说 为什么不可以实声恋 就是因为老师跟学生 是有权力关系的 就算没有人要听我讲话 我还是在那个教室里面 拥有发号施令权力的人 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有的时候有点吊诡 就是也没人要听你讲话 其实你没有权力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 我在台上说出来的话 你永远都不知道 它会怎么样影响学生 又或者是我后来发现 一件很惊奇的事情是 我会觉得 大家上课都没有在看我 可是学期末 他可能写一些回馈表的时候 他会说 哦 老师上课说了这个东西 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想说 原来你那时候有在听哦 或是原来你有看到 原来你知道我想要讲这个哦 就是你永远的无法确定 他在什么时刻 接受到了你的讯息 所以你是 不可以在他们面前乱讲话 或者是 你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你就是随口胡周这样子 对我觉得当老师 就是你会有一个 很强烈的自觉 是你说出来的话 每个字都有重量 那他要不要接受 是他的事情 可是你自己要有一个 觉悟 对 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 对我来说是开心的 因为我会一直思考说 我到底想要跟他们说什么 那我就会自己在 我的课程里面 尽量把 我认为可以解放他们的价值观 加进去嘛 也许是很私心 或是我很异乡情愿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这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有趣的工作内容 就是我会想说 我要怎么样 可以让他们的学校生活 可以少一点点苦闷 或者是 虽然上我的课 还是被绑在这个教室里面 但是也许我分享的一些些东西 可以开启他们新的兴趣 像是有些学生可能会说 看完这部电影之后 发现这类型的电影 真的有够好看的 那以后我不在的时候 他自己在家里疯狂看电影 那不就是一个很好的兴趣的开启吗 我就会想象这样子的未来 我就会觉得 这个工作真的做起来很有意思 那就变成说 其实如果你要享受教学生活的话 可能一部分是你不要太急于 在短时间内看到学生的成长 对 我觉得对我这个科目来说 我可以抱持这样的心态 然后他还算蛮解放的 可是我有在想说 如果今天我教的科目是数学跟英文 就是那种真的是考试的数学跟英文的话 那他们就算对这个东西有兴趣 但是成绩一落千丈 我是不是 在工作上就还是没办法得到成就感 所以其实如果你要进入 就是正式的教育体系的话 也要有一个觉悟是 你的业绩压力就是在这些学生身上 对 他们考得好你才会有成就感 他们考得好你可能在年度的什么 教师评鉴上面才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表现 对我刚刚其实有点忘记就是 基本上学校这个体系 它还是一个蛮大的体制嘛 然后考试这件事情还是一个很大的重点 然后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在兼课的这个科目 它并不是会被列在指考跟学测的范围里面 所以在教书上面就还是会有比较多的弹性 可是就回到我们前面一直很好奇 就是CC到底是什么领域的学生 就是你教学上面有没有这样的弹性 我觉得也会决定你要不要进入这个领域 因为就是如果今天你要在这个体制里面 可是你又有一些想要带给学生的 例如说价值观 可是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会打架就是因为他眼前最重要的事情 仍然是取得好成绩 除非说他现在真的是很明确觉得说 我在学校读书我是取得我的知识 可是我未来不需要上大学 我是一个自由的人类 那我觉得当然这个是一个理想世界的样貌 但我觉得如果要当老师的话 就是你要了解这个体制 但是你要如何在这个体制下面去帮助学生 这个就会是在系统里面你能够做到的事情 我自己现在回想起来 我觉得我都很感谢那些除了教学之外 然后透过教学的内容还是愿意分享自己价值观给学生的老师 就像是我的高中国文老师 他就很喜欢做这件事情 然后高中的历史老师也蛮喜欢做这件事情的 就是他们在上课过程中会让我觉得是有趣的 同时当然就是他们也是有成绩导向的一些 考试相关的要求你需要被达成 可是他们又把自己的课程设计的很有趣 对啊 因为我觉得很多老师他可能都知道说 在场的学生没有一个想要考那个科系 就例如说我的国文老师 我觉得他教得非常好 可是我记得我们班上当时真的 最后对国文有兴趣的人非常的少 那可是那个国文老师 他带给我们的影响很深远 我们现在还会讨论他上课教给我们的东西 那我觉得他当时肯定也没有想到 我们这些快要30岁的人 还会记得他教的东西 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成功的教育者 就是他看的东西 当然静得他过得好 就是如果你国文想要进步 你去跟他讨论你一定会就是得到很多帮助 可是他我觉得长远那种国文的美学教育吗 或是你要怎么样写出不矫情 可是表达真心的作文 我觉得他在这方面帮助我们很多 文学造诣上 对对对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像这样子的老师 我会真的很感谢 可是我也不觉得说每个老师都有义务 要变成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那些老师 他们有的时候是真的在燃烧自己的生命 在教学上面这样子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老师 然后成为老师的方法 有的时候也很多种 尤其在这样的社会嘛 有那么多不同的学校 有那么多不同的体系 甚至补习班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现场 就是很多同学是在补习班 得到了一些改变人生的智慧经验之类的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西京也是一个 对于你未来还有很多想象的人 也许就是多给自己一些机会去探索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真的 假如说变成了正式老师 你能够去想这些事情的时间是有的 但是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多 那我觉得就是先去多方的跟别人聊聊 或是去找你觉得跟你性情比较相合的 然后有在老师这个体系里面走跳过的人 去多问问的话 我觉得会比较多安全感 然后也不会觉得我好像现在投袭下去 可是我不知道未来长怎样 因为其实像我们询问 当然这也是CC做出的一个努力了 就是他像他看得到的一个范例询问说 那当老师是什么样子 因为其实从CC的信中 我觉得我们没有看到CC他对于未来当老师的想象是什么 所以我们也很难从 譬如说书宇很难从他自己的经验去告诉CC说 你现在的教学经验到底跟他的想象 哪边是不符合或是哪边是符合的 不过就是其实现在 有非常多不同种的教育体系 就是除了我们一般认知到的是 你必须要考到教育执照啊 或是什么才可以当老师 有一些是那种 非盈利组织在做可能偏向教育 或者是 丛林小学的老师 当然他一定也是你要有一些资格 可是他进入之后你去教书的那个体系 可能就是跟现今大家熟知的学校体系会很不一样 那他也是一个我觉得 CC可以多去向外面探索 然后多去了解的一个领域 我在想如果你才刚离开学生身份 然后你没有很迫切的一定要做出一个选择的话 搞不好就是去不同的 那种教育机构打工吗 因为我觉得实际上去工作 你就会马上知道你喜不喜欢 因为像我之前有一些打工 可能是不同的 我就说教育机构好了 我可能有一次 好像大二还大一吧 我就去那边打工三天吧 我连夜逃走 就是也不算连夜逃走 我就马上发现说 这个地方让我压力很大 就尽管他也是教学 可是那边给我的感觉是 我一定要走这个SOP 然后我就发现 我是那种只要有SOP 我整个就会非常紧绷的人 所以我就 然后就会开始患得患失 然后很怕自己忘东忘西 所以我就发现说 啊这可能不是那么适合我 而且因为毕竟就是个打工嘛 我当时就是一个学生 我就觉得那我再去找一个 更适合我的打工 那我就去到了一个 我觉得教书起来很轻松 或者是教书起来跟学生互动 我觉得很不错的地方这样子 那我觉得打工 它就是一个 比较没有包袱的方式 然后就像是 有点像当实习老师 你只要一做 你马上就可以感觉得到 我能不能够接受 这个东西如果成为了 我未来二十年的生活 我OK吗 这样子 对所以 希望这些很浅薄的分享 可以帮助到CC啦 那我相信可能也会有很多 很资深的老师 可以给更多更好的意见 那也欢迎就是 有类似经验的老师们 可以就是分享给我们 我们也可以分享到社群 然后让更多 有类似烦恼的人知道这样子 而且因为其实我觉得 这一集真的是 有一点像 两个门外汉在讲 就是正式体系里面 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我相信真的听到这边 有很多正式老师 可能就是拳头握紧 想说两个人到底在 鬼讲什么东西啊 对对对 所以如果真的 我们讲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是跟现实情况 不符合的话 我真的非常非常欢迎大家 可以来我们的IG Afternoon Girls Club 或者是到Spotify 我们每一集下面 有个留言区 可以直接跟我们分享 就是老师这个职业 到底你觉得 他值得投入的地方是哪里 又或者是你做了之后 你觉得哪些事情 让你觉得有点辛苦 那你想要坚持下去的原因是什么 对没错 所以就欢迎就是 不同阶段的人都可以回应我们 或是如果你想要 直接对CD喊话 或是你听完他的投稿 你觉得 哦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态的话 你比较适合 从哪里来切入 我觉得都很欢迎 可以就是直接到Spotify留言 也可以直接到我们 IG的Bio连结的来信表单 然后一样也是 把你的故事投稿给我们 那我们也可以在节目上面 把你的心得 然后分享给更多的听众知道 那如果喜欢这一集的话 也欢迎到Apple Podcast 帮我们留下五星评论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舞后女子会 散会